防盜要怎麼做呢 其實有些給錫真的可以幫助到我們 有些東西真的有用對不對 龐德哥 是 那當然 我剛才前面提到 我們當然就看一下 我們來看看 防盜的給錫 來… 古早期中我們加一個防盜所 覺得這已經很夠了 但其實現在太容易破解了 其實我剛才跟大輝兄還在聊 就是說我們講說 原廠的防盜應該最厲害 一般是原廠的最好 但我說實在的 原廠這種所謂的防盜晶片 如果說你有妥善的使用 所謂妥善就是說 我看剛才前面講的 鑰匙不要交給陌生人 不要長時間留在某處 尤其是一些規模比較小的 或是說你懷疑它怪怪那一些部分的 一些有心的美容業者 或者二手車行 這些地方要避免之外 自己在使用的時候 尤其現在都是這種所謂keyless 我剛才給各位示範的這種 舊型的 這鑰匙可能要插到原來的鑰匙孔 有鑰匙孔 對 我剛才講尺條 那裡面我已經分野給大家看了 其實裡面就是這樣的一個IC 挖出來就是這樣的IC 它這一個裡面挖出來 就有一個小小的晶片 是 那這個IC 如果說我們觀眾有做電子儀就知道 這個叫e-prone 就是一個IC就對了 像聯電台積電做那種類似這種東西 這個東西其實到光華商買一個 大概七八百塊的copy機 它就能夠完全 它只要用你這個東西 它就可以copy一顆 那copy十顆 一百顆都沒有問題 然後裝回你的鑰匙之後 就是在這裡面 對 裝回去 對 這是分解 空的 然後裝回去 是 它就可以 插進去 對 但是呢 輕輕鬆鬆轉開 是 但這種鑰匙就是 它一定要插到鑰匙孔 被這一個天線讀取之後才會有效 但是我們想 現在呢 不要說進口車 國產車都一樣 很酷 你放到包包裡 放口袋裡 然後靠近它就自己解鎖了 大概是0.8米或1米 有些車子不太一樣 你靠近之後呢 車子就可以讀兩個東西 因為傳統鑰匙呢 是我們知道 你如果要按的話 啾啾對不對 對 是按那個unlock跟lock 但是跟車子是否能發動 是無關的 那你上車之後呢 如果插鑰匙的話 才會讀所謂的 引擎的這個防盜晶片 對 但是所謂的keyless出現之後 你只要進到0.8米 這個鑰匙就是所謂 被解讀狀態 對 車子就認知主人來了 是它讀你的時候呢 一方面讀到unlock跟lock 二方面呢 引擎的晶片 這個時候同時可能也被讀取 所以我們看 有些電影裡面有沒有 路人這樣 經過你走過去 他當然有做一些後製的畫面 一下就讀去了 這是可能發生的事情 對 這是可能 因為你的鑰匙跟以前傳統 我們說傳統好落伍喔 落伍其實相對 有時候比較安全 對 剛才一直強調 我再什麼都防盜晶片 我還是要鎖拐盪鎖 對 我們醜醜的拐盪鎖 說實在那個真的是最有 爛天 總用 你要把它解開很難 你懶嘛 要Keyless 很酷嘛 對不對 但是呢 只要近0.8米的時候 如果有心人的話 他從你旁邊經過 就可以被讀過去了 對 所以我會覺得 今天如果說你的車 有這種原廠防盜晶片等等 第一個使用要注意 第二個呢 我甚至聽到一些 業界的朋友在講 就是說 你們不要傻了 什麼龐德每次講 什麼淘寶王改變一切 你很外行 我說真的嗎 為什麼說我很外行 因為常常電視在講 這個切套集團 花了什麼數十萬 數百萬 買儀器 然後龐德我講的 我說套寶幾千塊 就買到儀器 結果那朋友跟我講 但他講是不是一定對 但我覺得理論上講得通 他說就像類似之前 有時候什麼 國際切套集團 來台灣ATM就可以錢 零走一樣啊 他說其實你說 不管BMW 賓士什麼車廠 他車上這些 不管電腦模組 防盜模組 都不是他自己做的嘛 對 都是背後某些很大的 OEM廠做的 對 他說呢 據他的了解 他說很多那些 有心的跨國的大集團 十年前 二十年前 就養工程師 就養在這一大公司裡面 民間盜 對 是有沒有那麼可怕 這是一個說法 我強調說 這個東西是不是一定 對我們也不敢講 只是說 如果這一東西你相信的話 你就要知道說 除了這些原廠鑰匙 你真的加裝加其他配備 是有必要的 要不要照我朋友講的 那個淘寶網那些買到機器 只是說呢 他們也得到當時 十年前二十年代工程師 在這一些OEM廠 埋下的後門 他們取得了 要不然的話 其實這些原廠很煩惱 對 我剛才講的 又一對一的馬 又每次按的時候滾馬 怎麼有這麼容易被copy呢 那也不排除說 後面是否有一些後台已經存在 對 所以我覺得啦 再多的這一些鎖 像我們大維兄 剛才講那一招真的很棒 因為我們知道 就算說你這個Keylis 我們可以看 翻過來看 在後面 Keylis很多人一輩子 不會打開來看 你真的打開來看 你會發現 它其實還是有齒條 還是有齒條 那依照我們大維兄的 強烈建議的話呢 除了上車感應之外 這個齒條 再插到門鎖 第一段 第二段 咔 機械鎖 鎖定之後呢 它才會放棄的走 所以不要去偷大維兄的車 很難偷 很難偷 再開玩笑 那邊 CY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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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